《中西區》 《中西區》 或者我比較深刻一點 或者我講講上環的事件 亦發生在昨天7月28日 亦都在《中西區》出現了 一個很嚴重的一些警民衝突的事件 而為何我會有這麼深刻的印象呢 因為昨天我們在《中西區》裏面 去驅趕一些示威者的時候 在我前面大概20米 我就見到有一個示威人士 甚至乎已經失去了理性的人士 他就是我們除了扔雜物之外 亦都是我們扔了一些 懂得噴煙的一些 我相信是有害 或者可能對自己的皮膚造成敏感的 一些不明的氣體 這個就是我在上環裏面 看到一比我很深刻經歷的一件事件 在我們未下去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在通訊機裏面 就聽到有其他同事 看到一些暴徒裏面 除了用一些激光去射到我們的同事之外 亦都有很多武器出現 譬如說有一些弓箭 亦都有一些彈叉 最誇張的是 連汽油彈 他們都使用不到 今早上下班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都在一些報章 看到有某部份的報章裏面 我覺得是很不開心的一件事件 就是示威者向我們警方扔雞蛋 而我們警察就施以一些催涼煙去還擊 我看到的就是 他們傳媒有可能有一些是沒有播到前因 他們只會聚焦於我們警察裏面 又放了不知多少的催涼煙 甚至乎挖了多少下棍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說 為何我們會放那麼多的催涼煙 其實可能他們都已經不害怕 就是因為我們做不到那個作用 甚至乎為何我們要將武力去提升 去用掌膠子彈 就是因為他們用一些 譬如說最簡單的一些鐵欄 他們其實鐵欄不會是 對我們造成一個很大的傷害 但他們會整成一些三個人 用最尖的地方去推向我們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在無可內行的情況下 亦都沒有選擇的情況下 我們必須要使用我們的武力 現在我們在使用我們的武力之前 我們都給足警告 我們認為我們警察是 絕對是沒有做到任何一件錯的事 其實真的很靠自己身邊的同事 自己的家人的支持 因為其實每一天 警察裏面我們都發生至少都15、16個小時 在這段時間都經歷了兩個多月 其實身心都很疲勒 但是我們警察的責任就是要維持治安 以及維持社會的秩序 我們不可以被香港去亂 這個亦都是我做這份工作 想當時的初心 是辛苦的 我希望透過這次的訪問 希望可以讓香港港大的市民知道 其實警察不是一個濫用暴力的人 濫用暴力的那個絕對不會是警察